结婚次数最多的女性 不是宋丹丹 也不是刘晓庆 而是八婚的她 潘伟 现在身为孙楠的妻子 在和孙楠结婚之前 潘伟曾有过两任丈夫 并运动一女 孙楠身为第三位丈夫 如今的生活也是幸福美满 宋丹丹 宋丹丹共有过三段婚姻 她的第一段婚姻十分神秘 至今没人知道是谁 第三次婚姻是在1997年的8月25日 宋丹丹和认识不到一个月的 丈夫赵先生姓名不想闪婚 幸福至今 这回应该是真爱了吧 刘晓庆可是娱乐圈中 名声可谓的老戏骨了 她一共经历过四次婚姻 现在的丈夫 是为大她13岁的富豪老公 不过刘晓庆已知没有孩子 台湾的另类话题女王娱淳美 经典口头禅使 哦 我 我们上流社会的人啊 因此被人们简称上流美 她经历了五次婚姻 最后一次婚姻还让她被迫 帮丈夫还了良意的外债 还显示为了她轻生 但最终还是以分手收场 伊丽莎白泰勒 她经历过八次婚姻 18岁结婚 婚姻不到一年 一生经历了八段婚姻 七任丈夫其中一个复婚又分了 最终还是单身 你能接受吗